台湾海洋向前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荒野保护协会的海洋守护专员 胡介生胡专员 在最后理解 他要告诉我们 整个海洋的环境管理 当然它主要是以废弃物 尤其是塑胶废弃物为主 是要怎么样 透过人对自己的管理 来拯救或者是至少保护这个环境 胡专员那就麻烦你为我们说明 其实虽然我们海上看到的垃圾 好像来源相当的复杂 可是我们都可以把问题 简化成三个利益相关者 也就是消费者产业跟政府 因为每一件垃圾 其实它会出现在海边 应该都有三种指纹 就是三种不同的人 应该有去摸过它 第一个是制造者 因为塑胶绝对不会是我们在家里面 自己就可以制造出来的 一定是一个石化从钻取石油 天然气 然后一直到制造成原料的颗粒 然后到再小心一点的企业 把它制成商品的包装 然后最后消费者去把它购买到自己的手上来使用 最后我们再把它丢弃 那不管是丢弃的时候 有没有正确的处置它 有很多的垃圾 最后不管是刚刚老师讲到的 掩埋场可能被冲刷 或者是直接丢弃在街道上面 它最后可能进入到海洋 它就是牵扯到最后一方 也就是政府 也就是废弃物的管理 那我们也不能说 废弃物的管理是要承担最多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废弃物管理 已经相当的完善了 包含我们每天家家户户 都会垃圾车开到门口 你可以很方便地把垃圾丢到 那个垃圾车上面 那甚至我们台北还有新北市 还有随带征收的政策 让整个垃圾做很大量的减量 那台湾的整个回收产业 跟政府相关的配合 其实也是相当的好的 我们有很多的 几项的废弃物 它可以很有效地 再被制成新的产品 但是台湾的海边 其实却出现了这问题 还有很多的 要值得改善的地方 也相当多的废弃物是 脱逃了废弃物管理 跑到最后流落到我们的海洋 所以当我们谈到 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消费者产业跟政府 一定都要承担不同的责任 从不同的角度 来改善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到产业面的话 其实我们相当期待 产业面可以透过 产品的创新研发 或者是产品的设计的革新 去从一开始 这个产品被设计的时候 就去思考到 如何减少海洋的污染 我们觉得这是会更有效的 包含从它的材质的使用 是不是可以使用可分解的材质 我指的可分解 不只是在特定的堆肥环境可分解 而是在户外的环境 甚至在海洋的环境 都可以用五五碗的方式 快速地分解 或者是除了可分解的材质 是不是它可以多使用 回收的材质呢 因为其实 所谓的循环经济 是最近一直在被讨论的 就是商品在设计的时候 可不可以不要摇篮到坟墓 而是摇篮到摇篮 当这个商品被设计的时候 它被使用之后 它可以很简单地被回收 再重新再制成新的产品了 那要是这个商品 它可以使用回收的料 回收的塑胶原料 它其实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 循环经济 它就不用那么仰赖 去专取石油 然后提炼石油的新的回收 新的塑胶原料 那这是我们对 产业面的期待 就是透过产品的创新 跟材质的改革 那如果是从政策面的话呢 我们觉得 其实政策面也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思考的 因为现在海洋废弃器物这个议题 其实在法规里面 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或者是没有很明确的说 全责的一个理清 那我们虽然有海洋污染防治法 可是它其实主要的设计 可能是针对一些油污 或者是一些化学物质的污染 它比较没有固体废弃物的污染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 法规面 或者是从一些政策的管理面 去赋予这些地方 常常花很多精力在浸滩 在跟海洋垃圾奋战的这些团体 给他们更多的资源 他们可能需要的资源 包含跨领域沟通的资源 像是我们的金门马祖跟澎湖 他们就很需要去了解 到底多少垃圾是游客制造的 多少垃圾是本地居民产生的 甚至多少垃圾是跨国海漂的 那如果跨国的海漂比例很高 他们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去跟这些来源的地方 像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 去做更多的沟通跟厘清 然后跟交流 甚至是合作 一起在减少这个垃圾的问题 所以这是从政府部门 可以着手的角度 但是我相信 不管各位是不是塑胶产业 或者是不是政府的 就是公部门的人员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 我们每天都要花很多的钱跟时间 在吃跟喝这两件事情 刚刚已经发现 原来吃跟喝 产生的延伸的包装物品 会对海洋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每个人是不是从生活之中 可以做一些改变 来改善这个问题呢 以我们这个环保团体的角度 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 人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守护环境 所以我们特别从消费者的角度 来做了一些分析 我们帮去历清说 到底台湾为什么这些餐具类 或者是饮食相关的垃圾 在海洋垃圾比例这么高呢 而且这是其他国家比较少见的 我们发现原来台湾 有一万六千家的外带饮料店 我们可以很容易买到 珍珠奶茶或者是泡沫红茶 台湾的便利超商大概有一万间 早餐店大概也是一万间 摊饭类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外带食物的餐饭 大概有九千多间 所以加起来大概有五万间的商店 是你可以取得各式各样方便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有塑胶包装的 这些塑胶包装我们可能只用它 如果喝个饮料可能五分钟 吃个饭可能半个小时 它一次使用之后 要是没有妥善处理进入海洋 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年台湾会制造 180亿个塑胶袋 跟45亿个宝特瓶 还有15亿个饮料杯 那我们也去做一个换算 如果把全台湾的数据 再回推到每个个人 他的生活之中会产生多少的废弃物呢 这边我有带一些教具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出门 我们只带着钱包出门 那我们一天的饮食 全部都在外面解决 那我们一天会制造多少垃圾呢 那我们有帮大家做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从早餐开始 然后一直到午餐 然后下午茶 然后晚餐 甚至你可能会吃宵夜 或者是喝瓶装水 在最比较极端的状况下 一个人一天 他可能就制造了51件的垃圾 那重量可能是300多公克 那300多公克也许不太容易想象 所以我们就真的把早餐到宵夜的 51件垃圾全部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装成一包一包的 所以里面可能有保特瓶的水 然后还有便当盒 还有饮料杯 包含早餐到晚餐到午餐 所以这一袋就是335公克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这些垃圾 它都没有妥善处理 到海边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我们也在鼓励说 除了浸滩之外 因为最近其实浸滩是一个很热门的活动 大家都愿意去参加这个热血的工作 可是浸滩你可能花了一个小时 就剪了两公斤的垃圾 可是如果我们从生活之中 一天就制造300多公克 一年可能就制造30几公斤 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就制造 可能上百公斤的垃圾 所以一年只有一个小时去浸滩 是绝对不够的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 每天都有机会做一些改变 那我们刚刚知道 原来一天就会制造这么多的垃圾 可是其实很简单 我们随身的背包里面 只要多带四个东西 你可能一个垃圾都不会制造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 是哪四个东西 一方便的程度的话 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环保餐具 那这相当容易取得 那你只要多带的筷子跟汤匙 像是汤匙或者是筷子 它就可以很容易的 不用使用免洗筷跟免洗的汤匙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是 还有一根不锈钢的吸管 那对于爱喝饮料的人来讲呢 这其实相当方便的 因为一根吸管你 就是吸一下可能只要30秒 可是要是吸管进入海洋 我们已经发现海龟的鼻孔里 被拉出塑胶的吸管 那让海龟相当的痛苦 所以我们希望爱喝饮料的人 其实可以思考选择一个不锈钢的吸管 不断的重复使用 所以最不占你包包体积的 大概就是这个环保的餐具 那第二个方便呢 其实是环保的水壶或者是水杯 不管它是比较耐用的塑胶 或者是不锈钢甚至是玻璃的材质 那你好好保护它的话 它大概都可以让你用一辈子 让你一天一年下来 都不会制造任何的 宝特瓶的矿泉水的垃圾 那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多买 多准备一个购物袋 甚至我们常常参加任何活动 都会送很多购物袋 环保袋 你就把它折叠起来放在你的袋子里 那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其实生活之中还是很容易取得 各式各样的塑胶袋 那你就把它打一个结收起来 随身带着 那它就相当的方便 就不用再制造新的垃圾袋 新的塑胶袋 所以第四个的话 稍微占一点点体积 你可能需要为了它买一个 更大一点的背包 就是便当盒 那其实我们也在推广 带着便当盒去上班 带着便当盒去旅行 因为你只要有的便当盒 你就可以去打包食物 带着走 那如果觉得便当盒太重 太大的话 其实你尽量在饮食的时候选择内用 在店内用餐的话 你也可以不需要制造 免洗餐具或者是便当盒 好 那以上的话 其实就这四个很简单的东西 从环保餐具到水壶 购物带跟便当盒 只要带这四个东西 我相信每个人 一天生活制造的垃圾 跟一年生活制造的垃圾 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彻底执行的话 你的垃圾足迹 或者是塑胶足迹 很可能就趋近于零 那相信每个人 从每个生活的小小的地方 都有机会为我们的海洋 尽一份心力 胡专员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怎么做了 而不是谈那些高来高去的理论 可是有些问题还是高来高去的 譬如我们最近社会上有一个声音 觉得台湾的产业 往前继续发展的时候 好像环保变成了一个瓶颈 那这种高来高去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胡专员 利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为我们做一些比较务实的说明 的确我们常常在做推广的时候 很多的民众或者是朋友觉得 好像环保都是环保人士在讲 环保是环保人士关心的事情 可是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类在地球上生活 它跟环境不是完全隔离的 它事实上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我们喝的每一滴水其实都是环境的一部分 我们的水是永远地不断地在循环 从恐龙时代更早以前就不断地循环在利用 我们的空气干净的空气跟肮脏的空气 也是不断地在全世界不断地飘移 所以我们希望的不是很高远的一些目标 我们希望的是每个人他都可以体会到 原来我对环境的需求是什么样子 我是不是希望可以满足我自己 对环境美好的一些想象 例如不要再充满垃圾的沙山上行走 我希望牵着我的孩子 在干净的沙山上玩耍跟奔跑 当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在生活之中多做一些小的事情 你少用一根吸管 少拿一个塑胶袋 你多带自己的水壶 其实你就多做的一些改变 甚至如果你愿意捐款给环保团体 你愿意加入环保团体成为志工 这些其实并不是要去跟 所谓的经济或者产业面来对立 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存 为了你更舒适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而多做一些努力 那我相信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我们的生活的态度 就创造了我们自己未来生活的环境 非常感谢荒野保护协会的海洋守护专员 胡介生 胡专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了如此美好的一个海洋之窗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